看到自己的情人被别人占有就生出嫉妒毒害心出来 看到自己的情人被夺走了就生出杀害心出来 看到自己的情人被夺走了就生出杀害心出来 自己的伴侣自己的情人被别人夺走了被别人爱走了 就生出杀害心这个在现代公文里见不仙太多了 数不完几乎三两天就碰到一件 三两天就碰到一件 廉此丧尽伦理即亏 这里我就记一个公案 说为什么万物赢为首 这个发生在台湾 某一个县世 有一位肉性的女子 她很早就结婚了 嫁给她先生以后生出一个女儿 大概也是五岁了 但是呢 不知什么缘故呢 就离开她的先生了 跟她先生呢 婚姬了 结果婚姬以后呢 就跟另外一个同样在同一个科技公司上班的女子 认识了 认识了 变成朋友 没想到她这个同一个公司的这个女性的同仁呢 是一个同性恋者 年纪比她大 这个肉性的女子呢 这个肉性的女子呢 才二十六岁而已 她早婚算是二十六岁而已 那杀害她呢 是三十二岁左右的女生 女生杀女生 那为什么会杀这个女的呢 这个肉性的女子呢 她们两个后来在外面租屋同居 就有一天呢 这个肉性女子 要跟另外一个公司的男子呢 在外面吃早餐 那么她的同居的这个高性女子呢 知道这个肉性女友呢 变心了 她感觉得出来她变心了 所以那一天呢 这个肉性的女子一回来以后 正在沐浴洗澡的时候 她就偷看她的手机的简性 发现呢 肉性女子 跟新认识的这个男友呢 有暧昧的简性 她就一气之下呢 把她偷出来以后 那个肉性女子还光着身体 她跟她心事问罪 她说这个简性是干什么的呢 你为什么两次的恋情都搞叛变呢 她就跟她讲说 你为什么每段感情都搞背叛呢 因为她第一段感情是跟她先生 那这个是跟这个女的同姬呢 跟高性女子的同姬 是第二段的感情嘛 也搞背叛 她说你为什么两次的感情都搞背叛呢 那么这个肉性女子当然是否认啊 这个时候高性女子就失去理智 就从架子上戳出一把刀 当场就把她刺下去 一刺下去呢 就穿透绘布 气管也破裂了 而且杀到眼红 杀到失去理智 完全失去人性 后来那个女的呢 那个肉性女子要逃出去的时候呢 她跟她求老不成 逃出去的时候 两个人在地上抢那只刀 结果后来高性女子呢 这个凶手呢 就从冰箱再拿刺一把尖刀出来 再往她背部刺下去 那个肉性女子要逃出去呢 要向黄东求救 喊救命 结果 当场被高性女子 总共砍了两百三十几刀 你看她怨恨有多深啊 这个刚才讲的 生毒毒心 生杀害心 刚才讲说 清朝这个女子讲说 万若淫威时候 那种心中之怨恨跟仇恨 她说说不出来的 杀两百三十几刀 杀两百三十几刀 你就知道她的仇恨有多深啊 黄东赶快打电话报警 你看这个高性女子呢 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完全失去人性 就观圣体经讲 已经像畜生了 他当场就对着这个尸体说 我们台湾如果有外溢的话 在讲小三 小三就是第三者 夫妻以外的第三者叫小三 他竟然在尸体前面用iPad iPad就是小型的这个电脑 用iPad传FB 台湾叫脸书 大陆叫微博 他竟然失去人性 在脸书内讲这个事情 而且还当场打电话 给那个他同居的 弱性女子的新阵式那个男友 就跟他呛响了 所以你不知道我跟他是男女朋友吗 因为他是同性恋人 女跟女的同性恋人 然后也打电话给他 这个女的前夫 就是他的先生 他说呢 这个弱女呢 背叛了我们两个 我已经把她杀了 他先生不相信 立即赶到现场来 已经认不出她太太了 这个女的呢 被杀到什么程度呢 藏子外露 藏子外露 气窃 气管也被杀破了 汇部也被刺穿了 非常的惨烈 那这个她的丈夫到现场呢 就很不忍心的帮她说尸体 那就跟警方讲呢 他们两个夫妻呢 最近才刚计会 在谈一些外出旅游的事情 还有复活的事情 两个夫妻准备要复活 她说没有想到呢 无常性事呢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她说她太太呢 长得很亮眼 很亮丽 也长得很漂亮 但是因为结交的恶朋友 造成这样的一个 遭受这个毒手 朗成这个命案 那后来记者跟警察 要问她 进一步情形 说这个是多角恋爱 她这位先生非常的善良 讲一句话 她说呢 就把她当成一个谜吧 不要再说了 我们现在讲就死者为大 我就好好送她一层吧 人生最后一层 两个都很年轻 一个二十几岁 一个三十吃坨 只为了一个情志 可以治对方 以死地到这么惨烈 下一次到人间来 变成仇人 欠命者还命债 一报还一报 所以这个奸瘾的事情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家恐怖 害怕 以及惨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